记者陈凤利普里报道,率先全国高中职进行大数据分析,国立纪大附中今天发表分析结果,有多个结果颠覆传统教育思维和做法,向长请公假的学生学业成绩表现却较好,原因看就是他们因此教会把握时间进行学习。 国立纪大附中与建国科技大学合作,将该校学生从民国一百年起的各种资料,包括学习表现、生活奖程、活动参与等,建制以学生学习成效为核心的大数据效务分析系统。 今天结果出炉,有多像是与过去老师和家长的想法不同。 最有颠覆传统的结果,莫过于长请公假的学业成绩比都在教室上课的好。 该计划主持人的继大副中学务主任林淑芳表示,长请公假的学生大多是出外比赛或帮学校进行招生等宣导,这些学生他们比较积极,也比较会掌握时间来学习。 另外也有一项结果也很特别,即参加美食、餐饮甚至英文之外的第二外国语语文社团的学生连带的英文学习效果和成绩也跟着提升, 也就是学生因餐饮或第二外国语要接触其他外语时也会让其英文能力提升,也肯定参加社团是有其学习效果的。 校长张震燕也说,大数据分析也显示从台中市来就读的学生在操作型的职业学科表现比南投现在地的学生好,但在国音术的表现则是南投现在地学生比台中市来的。 好,另外还有一项结果,即成被技嘉奖本想象的学生,学业成绩比成被成界的学生好,这点比较跟大家的想法接近。 张震燕也说,该大据述的分析提醒老师和家长的思维要改变,教学应以学生学习成效为核心,教学方式应更活化和多元引起学生的兴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